是, 楊哥 楊哥急著找我, 什麼事? 我出來 是, 楊哥 大嶺妹, 你欠我的筆帳 還清晰了 還清晰了 不真 當然是真的, 每次都被你握手 來, 還有假的, 乾杯 乾杯, 終於人了, 大人, 大人 乾杯… 蛋撻, 來…坐下, 吃東西… 蛋撻… 蛋撻, 肚子餓 吃東西, 別看 楊哥, 這裡寫什麼… 這個字, 為什麼? 什麼, 什麼… 不對, 這裡寫這個 千金世紀婚禮 還是那些貴族的東西, 別管它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那些貴族的血 是藍色的呢? 為什麼不綠色呢? 為什麼不黃色呢? 打死 小姐 小姐, 給你一個機會, 你回答她們 我只是這樣 古代的歐洲 除了貴族出身的地主之外 大部分平民都是做這些 體力勞動的工作 日水雨淋掉皮膚, 讓它躁躁躁 當她們看到那些成人 在家裡不用做的貴族的時候 就覺得 為什麼你的皮膚 可以這麼白白 看到藍色的血管呢? 就在想 是不是她們天生和貴族是不同的呢? 就以為她們的血就是藍色 所以叫做藍色 你們看別人的小妹 跟你們人一樣, 這麼有見識 人家已經教你們用電腦 麻煩你們這麼多混蛋 有空就上網增值自己, 好嗎? 不是, 人家, 你看 你這個布布千金 越看越傻, 好嗎? 傻傻… 傻傻傻傻, 傻傻傻傻 我記得她好像是… 大少爺之前的女兒 知…知道什麼前女兒? 你知道什麼? 我全世界和我女兒買電 人家不用生氣的 大少爺和女兒的事都這麼久之前 大少爺就跟我說 她肯跟你說? 是 她說當年如果不是因為那宗官司的話 新童哥是她 是她的 她還介意 經常說我傻, 義信人 她以前不是也是這樣 不過我哥呢 小時候讀書真的很聰明 她每年不是考第一 就頭三名 所以我多窮, 供不起她讀書 她不是本宮讀嗎? 真厲害 真厲害 又讓她讀到一個 什麼精算師資格回來 那你爸爸媽媽最好的基因 就給了大少爺 這是什麼意思? 我一串半串的英俊 我比我多, 一串半串的英俊 很厲害 我也是很聰明的 當然了 人工, 要不然就點了我這個位置 是不是 真是的 我十五歲就出來逛 二十歲就做大佬 不過也不夠我哥哥厲害 三十歲就不夠 就去一間什麼世界級二十大企業 那裡做的財務總監 來 高齊, 你問盧先生 是 他在見客人 要不然你坐在這裡等一會 好, 謝謝 他老闆很看待他的 是那些什麼社會名流 叫做無君年 我多謝你 來 你先做事, 不用送了 Nancy, 幫我送董先生 好, 你怎麼樣? 阿邪, 找過嗎? 豪先生 剛才那位是不是董先生? 是董先生 坐吧 董先生剛才是來邀請我 代表他們功能組別出來競選 豪先生 我也跟你說過很多次 只有我們兩個人的時候 你叫我軍年就行了 不是, 我真心替你高興 你也應該替自己高興 如果我真的當選 我一定會決定加入我的陣營 其實我對政治不太熟悉 我開公司的時候 那一會兒你一直跟我一起打江山 全靠你幫我看著一盤數 我才有今天 我有機會加入政界 你一定仍然是我左右手 有我無君年, 又有你大政君 不過我當你是好朋友 才多口提你一句 聽聞你有個弟弟是老闆 雖然家人是不能選擇 但是你心裡一定要記住 平日跟他少一點走 他應該很清楚 你有的是大好前途 他真的關心你的, 會明白的 對不起… 我也不知道中文章有這麼多車 你不是來了很久了吧? 我也剛剛到 其實你下次不用這麼早起床 特地過來跟我吃早餐 我是起床的, 只能預約時間 我看吃什麼 你吃什麼, 我吃什麼 謝謝 兩份自然早餐 要炒蛋和餐飾, 謝謝 來 如祝你生日快樂 謝謝 不炒過來看看 其實我不知道買什麼給你 我聽那些小朋友說 你在高級行政人員 喜歡在樓上弄一堆這樣的東西 不錯吧? 我買最貴的那一堆給你 我為什麼買些便宜的東西給你 有味道, 謝謝 謝謝 這一個 什麼叫做 不可彌補的性格分歧? 沒有, 你老闆是吳君蓮 有報紙寫他跟他老婆離婚那件事 不就用這個做理由 為什麼? 我們好像要談私人事 我看他的娛樂雜誌、娛樂新聞 洗個老婆說勾了個什麼? 私人…私人健身教練 你去看綠寶去看 那些有錢沒有那些什麼? 我趕著開會, 我們先走了 哥哥, 我做事也會吃東西的 毛先生, 找到我這麼親密的事嗎? 政君 不是去到這個地步 我也不會跟你說這些私人的事 哥哥, 你想跟我說 你跟太太在搞離婚的事嗎? 其實我有什麼能幫忙 或者你想跟人聊一聊 你可以跟我說 這個女人出去勾老 我跟自己說盲一次不要緊 下次更聰明 但是她居然要跟我分身家 我花了十年時間 建立這間H0W 我不可以就這樣 雙手奉獻給這個背叛我的賤女人 靖君, 你很清楚 我怎麼照顧這間公司 我當然知道 SNW是我半世的成就 你一定要替我保住她 你想我怎麼做? 在那個女人沒有行動之前 我把公司所有的財產 全都轉到你命中 公司的市值超過十億顧問 你全都轉給我 你現在是我唯一相信的人 那條這樣的混蛋 知道我哥做事一向很擅心 但是就雖然心軟 就裝作說我哥哥是他唯一最信任的人 他暫時接管那間公司 後來他老婆知道分不出身家 就去舉報公司說他洗黑字 打算去砰涼散 這傢伙還是沒有了公司 但是這位大少爺 是公司法人上就蠻麻煩的 如果這個混蛋 奧君蓮是有人性的話 就應該在法庭裡說出真相 他沒有這樣做不僅 還請了一個律師團隊 把所有罪名都推到我哥哥身上 我哥哥一晚之間什麼都沒有 我還記得那次去看我哥哥 我才發覺我從小到大 一直在我心目中 最厲害、最厲害的哥哥 原來都會想 我才會想到小到大 我來自立的哥哥 在我的病人